在美国有一家小企业 有一个老板姓薛 他是个小老板 他一直想与一家大企业的黄老板谈合作 但是屡次都失败了 这一次薛老板又从黄老板的办公室走出来 合作又没有谈成 他看到路边有一棵小树 刚要走的时候被风刮倒了 他走过去扶起小树 为了防止再次被风刮倒 他还特地从车上找来找去 找来了绳子 把这棵小树来固定 谁也不会想到薛老板的举动 被在办公楼上的王大老板看得一清二楚 正是这个无意的举动打动了黄老板 合作终于谈成功 在签订合约的时候 黄老板说 你知道吗 打动我的不是你扶起的小树 而是因为你为了这棵小树 你跑得很远 去拿了一条绳子来把它固定好 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能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 毫不犹豫地去牺牲自己的利益 哪怕牺牲的只是一点点 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呀 黄老板继续说 我没有理由不与这样的人合作 这样的人也没有理由不获得成功 后来果然小老板的事业 蒸蒸日上越做越大 人生有时候被欲望捆绑一生 我们为名为力而活着 犹如一个蜘蛛一生 只是摆动的腿和脚 又犹如蜜蜂只知道采蜜 飞蛾只知道扑火一样 受到DNA的生命生存基因一样的 机械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 我们人在欲望当中 为名为力为了一个生活 和那些动物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期盼 只知为了活着而活着 人那就跟动物一样 永远走着自己的DNA 所以人只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形态 提高自己的境界 知道要帮助别人 要启动于会命之时 你才能不会屈服于欲望 这才是你走向解脱的第一步啊 感谢观看